哈喽大家好 我信息刚杀青 然后现在准备给自己 放一个小小的假期 刚把行李收拾好 真有看大家很好奇 我的行李箱是什么样的 里面会装些什么东西 赶紧给大家录个视频吧 大家看这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出去短途出差 我都会带一个 那个小的晕烫机 因为我说不管是工作 还生活中 比较容易起皱的 什么真丝的衣服 包括裙子 我觉得自己带一个 小的晕烫机就很方便 而且放行李箱里 我觉得也会很占地方 像我这个小箱子 就完全装得下 那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自己的洗护用品 那里面都是 我会觉得一些 用的比较成熟的东西 然后会随身携带 这个沐浴油我最近很爱 它非常适合 现在换季的天气 而且很滋润 就像我现在 每天都会涂身体防晒 它也可以卸得很干净 它虽然是 你看是那种油的质地 但它用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过于油腻 或者说洗不干净 那比我之前用过的 一些沐浴露会更滋润 而且我有时候 属于那种偷懒体质 晚上特别累 洗完澡 就懒得去涂身体乳 用它之后 第二天皮肤也不会干 我现在觉得 乙油养肤真的很棒 你越用吧 皮肤就会越嫩 然后很细 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它是雨中排 就是我喜欢那种 大自然治愈的味道 比如说每天特别累 沐浴的时候 闻到这个味道 很神清气爽 然后非常的解压 闻到它 你就觉得好放松 我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接下来是我的 梳头三件套 精油按摩的精油 梳头皮的经络书 还有梳头发的气垫梳 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梳头发 然后零食呢 我每次出门也会带一些 这次带的是中文软糖 别看它小小的一颗 其实每一颗里面 它有3.3毫克的铁元素 对气色不好的女生 是很友好的 看那种桃色味 就没事来一块嚼一嚼 你觉得很好吃 而且不用担心发胖 因为女人配料表很干净 像我有一天 可能可以吃了五六粒吧 对 我洗壶包里还有一个好物 帮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我为啥要带它 是因为我比如说出去玩 什么的 我就特别爱吃宵夜 吃掉我最爱的火锅 那第二天早起 我一定是聚重无比 所以我就带了它 它是那个涂抹式的咖啡面膜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很熟它吧 就润溪泉 是华西生物旗家的品牌 那我早上起来 聚重无比的时候 我就会先厚敷个15分钟 然后15分钟之后 你会发现 皮肤变得紧紧的 然后嫩嫩的 润润的 然后那个肿杆 也就立马就消失了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包括后续的那个护肤步骤 都可以做得精简一点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好状态 这一盒呢 是我自己带的一些 最近很喜欢的饰品 搭配每天不同的衣服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之后可以给大家录一期 饰品专场 这个是我出差都会带的 一次性马桶垫 我觉得自己带这个 会比较干净 然后会比较放心一点吧 还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分享 这个是我觉得很好搭的一双小白鞋 因为出去玩 免不了暴走 就city walk啊 每天脚会很累 所以一双舒服的鞋 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很好搭 白色的万能小白鞋 这个棕色跟我衣服也很配 接下来行李箱有一半 这边 我装的满满当当的是 我搭配的衣服 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照片 那马上就要放假了 你们都会去哪玩呀 大家可以留言 分享给我呀 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期 拜拜